今天其實兩大的財經媒體 特別關注就是有關於行政院 政院版最終的房地合一稅 當然這個公平正義的 台灣的社會氣氛有關 可是觀眾朋友更注意 長期來講 台灣的房地產價格過高 其實嚴重的打擊了 台灣經濟發展的潛力 第一個從消費層面 我相信觀眾朋友很多 可能跟世光年紀一樣大 家裡還有房子房貸的 有可能是你的小孩 正在賣房子有房貸的 事實上一旦買了房子 你就不太可能做什麼巨額的消費 像以世光為例 我的同學只要買了房子 都不買車 都是騎摩托車 我的同學只要開汽車的 絕對是住家裡 那麼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就是你買了房子 你每天都想還貸款 你不可能去做些 買一台80萬的修理車 買個70萬的國產車 你想說省了省了 趕快把房貸還完 至於那些不買房的 沒有壓力 他就會買車 所以我的同學很妙 有房的都沒有車 有車就沒有房 所以這個對於一個世代的消費力 產生剝奪 用更長期的角度觀察 因為台灣的廚蓄 它並沒有轉為產業的投資 產業投資才會創造就業機會 跟所得 可是台灣的廚蓄 都囤積在房地產身上 房地產它不會產出 太多的就業機會 一個房子800萬一年蓋完 然後一用 用30年 所以它這個房地產 讓台灣太多的資本或資金 整個沉默在這邊 說我講的曾威 房地合一稅兩個角度 第一個 要救台灣 房地產的一個價格 非死不可 但不能打死房地產的價值 那另外一個 從短期的社會氛圍 公平正義也來自這邊 所以房地產價格過高 一直是台灣經濟上 長期發展以後 像日本10、30年 也是因為房產價格過高 您的觀察呢 世光 應該這麼講 我在去年底 參加了一場尾牙 一個老闆他喝得醉茫茫的 跟我講說 他人生有一件最值得 他驕傲的事情 就是他有四個老婆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說 他這四個老婆 從來通通都是相安無事 不爭不吵 而且在他落難的時候 後來這個老闆事業沒落了 落難的時候 大家還對他不離不棄 這是他最值得叫 我問他關鍵在哪裡 他說就是因為他每個人 送給每一個老婆 在信義跟大安的豪宅區 全部一人一戶 你知道嗎 後來他發現 他這麼十年來 過去十年來 他的事業還有起有落 可是有一樣東西 絕對不跌 就是房價 他發現他的房價只漲 而且不跌 而且漲了好幾倍 那很有趣了 前一段時間 他的紅粉之計其中之一 他就LINE了給我 因為他最近貴婦 在那邊擦指甲 他後來就很擔心說 因為他最近打算 想要賣他的豪宅 他就問說 最近那個房地合一稅 他很恐慌 問題會出在哪裡 他稅會增加多少 後來發現幫他算了一算 不是我算的 是這個永慶房屋他算的 如果我們以地保為例 不要講他住哪裡 也太尷尬了 如果以地保為例 大家會知道過去 你如果是在房屋 評定限制的這部分 我們來渴水過去 他其實大概要交 這個307萬上下左右 那麼但是現在 現在在此時此刻 他們現在用的方式 他除了買賣價差 他會去乘到這個房地比 跟這個所得稅率比 房地比其實就是 房屋的平定限值 跟他的土地公告價值 一個房屋價格當中 房子佔多少 土地佔多少 他其實有接觸 這很噁心 因為台灣說實在話 這個現在是房屋佔兩成 土地佔八成 可是以地保為例 根本是土地佔兩成 房屋佔八成 這就是關鍵 所以他算下來 其實Anyway 增加了一些 他要繳1359萬 這個是現在他繳的 可是未來房地合一稅 他要繳多少 請看仔細了 你到時候那個價差 未來如果實施之後 他以地保 他當時買進的成本是多少 是以1.58億 那麼他賣出以3.3億 這樣來計算 他到時候合併計 我用最高的價值 算他最高要算多少 他要被磕到7290萬 這相當於他過去 用最爽YY的土地平定限值 來計算他增加24倍 那當然他比現在 他現在當下他要磕的稅 要增加了2.5倍 不過我說實在 大家就在想說 房地合一稅這個部分 這個看到他們終於 就覺得有點鬆了一口氣 可是你我這種一般民眾 我們到底要怎麼磕 磕會磕多少 其實在這個房地合一稅 有一樣東西大家注意一下 他分非自用跟自用 這個差很多 先看自用好了 因為大部分都是自用嘛 對 好我們先講一下自用的部分 大家不用怕 就是在你要設籍 你要去證明 你有設這個戶籍 而且你要連續居住在這邊 住滿6年 對 而且更重要是你真的 很多人掛了個人頭 其實你拿出去租業營用 租營業去使用 或者出租當辦公室 這不行的 這到時候要去確定 這就是你住 那你有住的話 他到時候會給你400萬的免費額度 免稅額度 對 免稅額度 如果你400萬 這個獲利 假設你買賣這個房子 你賺了500萬 那他其實會讓你 400萬可以讓你免稅 另外100萬 那接下來 超過的部分 才去給你課10%的稅率 對 這不用怕 但是你在非自用就不同了 非自用你大概就是要知道 凡是你在一年以下 你根本就在那邊當投資客 投資客 那你可能最高你要課到45% 那但是你如果持有1到2年 你要課35% 那麼持有2到10年 注意 10年以上 你沒有到10年以上 你還是要課兩成 那只有10年以上 你才會課到15% 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觀眾朋友要遲到一下 如果你課了這個薪水 你我 到時候我們課的這個稅 會增加多少 你要注意這個 我們當然擔心這件事情 結果我們現在用情境射算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自己本身 你是3500萬 你買了一個房子 但是你現在脫手是4000萬 那你是不是賺了500萬 那如果500萬 你是在現行的制度之下 現行制度 對 那你現在是有課奢侈稅 所以你課奢侈稅的話 你要繳多少 奢侈稅呢 你要這樣一算一除 因為奢侈稅你就要課掉600萬 那再加上現在這個財產交易 本來就是要60萬 所以加起來你要課掉660萬 重點在這裡 如果你是以房地合一新制 之後你來計算 你注意一下 你這500萬 你剛才不是說 你已經獲利是這樣500萬嗎 但是如果一般民眾 其實你是乘45%稅率 其實你要繳多少 225萬 這意思是什麼 是你可以繳的稅金 現在變多少 以前你要繳660萬 你現在是繳多少 是435萬 是 所以你是下降 225萬 你省了將近三倍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在比較優戀 你現在 你是住滿這個 我們剛剛講次住的條件 也很嚴格 你如果住滿6年 你要繳多少 10萬 對 更少 各位 是10萬 比起你之前要繳的660萬 你省了將近66倍 所以你說聽到這裡 你是不是心情會舒服一點 但有一樣東西很多人擔心 房地核一稅 你這樣刻一刻 去年的房屋交易 掉了多少 掉了一兆 對 將近一兆 那個在南港的地方 到處通通已經在跌 那很多人會擔心 可是我說實在 你看著這張圖表 你才會心情更平衡一點 你會覺得在這個台灣 不公不義的居住環境裡面 如何取得一個平衡 比如說過去那麼多年 我們的薪資十幾年 十五年以上沒有成長 可是房地產呢 高雄是這個漲了六成三 台中都有漲了一成多 百分之百了一倍以上 台北市也135倍 可是地保呢 大家看一下地保是漲了多少 百分之二三一 也就是兩倍多 那你看喔 為什麼現在要講 房地核一稅很重要 你看國家各國 日本 美國 加拿大 他們的持有成本都多少 你至少這個科的稅制 持有的成本 房屋持有成本 至少1.7% 1.3% 我們台灣是多少 我們台灣是千分之一 對 在這麼個 你的薪資所得 永遠追不上地保的 這個情況之下 你再不增加 他就是持有這個公平性 你要如何去彰顯你公平性